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一辆小货车停在台中是明泉路上 那么底盘突然是冒烟 起火燃烧 那么用户人发现是赶紧上前提醒驾驶人下车 而驾驶是赶紧熄火 立刻拿出灭火器想扑灭火势 但第一时间还是灭不掉 没想到小货车的火势是越烧越大 而火烧车地点刚好就在明泉派出所的对面 而值班远警发现也立刻冲向前来帮忙 远警连忙教管并拿出灭火器及时将火势给扑灭 而根据了解货车驾驶是67年次的陈先生 他表示刚送完货准备返回公司 没想要行进干路段时底盘团是串烟起火 那么索性派出所就在附近 远警协助灭火并联系拖掉车将车辆移至安全处所后 随后也交由消防人员持续的洒水降温